19号居民下楼坐河村了 保持点距离 保持点距离啊 为了上车的安全 上海封控的 这整个发生的事情 上海呢有分浦东跟浦西 然后是以黄浦江为界 然后浦东呢它这边阳性比较多 下月初的时候就有一些 有阳性的小区就先封起来 然后像其实我们浦西也是 就是有一些办公楼也会先封 就本来是想说可能稍微封个 一两天两三天 然后陆陆续续封 然后陆陆续续回归生活 但是后来就发现没办法 因为太多的阳性了 所以后来呢就下了一个决定 就是浦东呢先封 上去底的时候 然后浦西呢反正是4月1号到4月4号 那本来是说4月1号到4月4号嘛 所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准备 就是家里够吃了就可以了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4月4号的时候想说 哦4月5号到底可不可以出去呢 可不可以出去上班或是干嘛干嘛的 有任何消息都没有 4月1号到4月12号的时候 是逐步出户 那这个逐步出户呢 就是你在你楼道的那个 前面会有一个警示线 你不能出去 你只能就是拿得到外卖 或者是你团到的东西 可以从那边拿 然后有些人是只能在楼道里 有些人甚至你楼道都不能出 你只能在自己的家 你会被封一个条子说就是不能出去 然后4月12号开始 我们有分三个 一个是封控管控跟防范区 这三个区呢会有不同的规则 就一样是逐步出户 或是你可以在小区里面活动 或者是你可以出小区 那我们住的地方是 我们可以在小区里活动 所以从逐步出户 到我们可以在小区里活动了 就已经算很幸运了 但有些人还可以再出去 就更幸运 但是我们小区没有阳性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们也不能出去 4月12号到5月17号 5月17号终于可以第一次出去了 如果你出去 大部分的店都没有开 但有一些超市啊 或是药局有开 但是你一定要有入场券 或者是所谓的邀请卡 你才可以进去 有规定 库只能出一个人 限时三小时 然后呢还要规定你说 在某一个市段 5月17号的时候 下午1点到4点 那比如说有上班的人 我们就不能出去 然后前一天要做24小时的核酸 你要有核酸证明 然后你要有一张卡 就是有这个卡 就是出入证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你的出行记录 然后所以5月17可以出去 5月19可以出去 然后我们今天才第一次出去 就5月17跟19的时候是家人出去 然后5月19的时候是下午的 4点到7点的时候可以出去 那我们今天是早上9点到11点 我们今天7点50的时候就起来 化个妆 然后吃个早餐 然后我们就很开心 我们买了蛮多东西 就其实这段时间 你可以团购的东西也不少 就是陆陆续续小区里面的人会团 奶茶啊会团 蛋糕啊会团 某一些生活用品 或者是青菜啊等等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 你买不到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其实后来团购都很好了 然后物资我们蛮烂的 总共也才发了7次 其中一次是某一个企业 很好心就是捐赠给大家 每一个小区街道 比物资都不同 有一区好像发的最好 徐惠区 徐惠区 他发的然后20 19 18 20都有 OK就是他发的超多 而且东西也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应该是很后面 如果要排名的话 我们就是很后面的地方 但是我们这段期间过的其实 就我们已经很幸运 我们会用手机码 但OK 有分几个阶段 就一开始我们就试着要用APP买菜 每天我们5点多的时候我们就起来 先把购物车再看一遍 然后6点整的时候 蒙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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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要抢到菜 抢到8点半的时候再再抢一次 就都抢不到 然后连续抢7天 抢9天 就Chris先抢9天 中间也没抢到对吧 然后我 我到第7天还是怎样 我才抢到 然后有几个平台 然后有叮咚啊 每日悠选 喝嘛 后面变成社区团购 我们有个多多的团购 就是我们还是每天都在买菜 后来又比较不紧张 不然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可以团购 或者什么 就没有这些资讯的时候 就看到冰箱里 就是菜越来越少 真的会很紧张 但我们一定很幸运了 因为其他人就是甚至 他们真的饿肚子 他们真的没有东西吃 或者是独居老人 他不知道这些 可以团购啊 或者什么 有些人也会很照顾独居老人 他们就也会去关心他们啊 帮他们买一点东西 什么的 就一直能够狠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你不能出小区 就会觉得好像 你的生活这个 即便你还是会上班 你还是要有人可以相处 你可以买东西 但是这不是一个 好像不是一个 正常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 应该这样讲 这就是我在上海遇到的状况 那大家的经历都不同 不同区域跟街道管理的方式 也都不一样 有些人过得还不错 然后有些人过得就比较紧张 我们应该是属于比较中间的 就过得没有到很好 也不会到太差 接下来想给大家看看 浦溪封城前一天的样子 这个是三月三十一号的六点 人超级少 今天这个地方 浦溪就要被封了 下班时应该是人潮超多的地方 但那天人真的很少 大家原先都以为很快就会解封 熟知 接下来是漫长的隔离食品 我们又做了很多很多次的微酸 现在9点10多分 零食被叫出来做隔离食 第二天上 五六十九号三零一 五六下楼赚回五十一 谢谢大家 头发都长成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一只屁股都要跳这么高 骗打 接着至今做了19次核酸 还有更多更多次抗原 几乎是有坐而休一的脱龙鼻子日常 隔离58天 我们一共做了47次 核酸抗原 继续伴随着我们的隔离生活 让我们进去看下去吧 现在小区被封了 我要出来拿我买的快乐 然后它连这个地方都绑起来 那我不知道怎么叫人呢 怎么办啊 来拿快递 哦那是垃圾 然后这里有一条封锁线 就每一个小区都会有一条 这也有一条 好的快递 这也是垃圾 哦在那 对吧 是我的 有点正 开心 今天是凤城的第12天 然后昨天有发布消息说 拿一些小区是什么管控区 封控区还有一个是可以出门的 然后我们是管控区 所以就是真的在小区 我们现在超热闹 过了12天我们终于下楼了 有一束花 但是它已经枯萎了 不知道晃了几天 好可惜哦 帮我们下楼来晃晃 小区人好多哦 都没有看过这么多人 从早上就很多人在里面吃花 一脚花一脚花一脚花 我在这这么久了 从来没有傍晚的时候 小区里全是 比过年还要热闹 有的在骑脚车 有的就散散步 六六小孩 还有六六狗 现在能穿着鞋子 在外面都是种幸福 不错 今天封城是十分之间 但是现在可以下楼 已经是很不错了 对啊 在太阳 有人在打雨球 小朋友在玩 起步行车 今天是5月11号 我妈妈生日只会从 到现在 就算吃了 隔一的这段时间 我们尽可能的点外卖跟团工 什么团都跟 除了跟团 Chris每天也都会刷外卖平台 碰碰运气 才能点到什么 但是这段期间 什么都变得很贵 物价飞涨 是原生的好几倍 即使变贵了很多 但是因为有过 看着冰山一天一天 变瘦的原因以后 只要能买到东西 我们都已经跟上了 还是继续 矿 Chris来当 玩大迷的 去愿者 这家团团买的面包 我拿到最后一盒 好几幸运兜 本来是别人 可是就讲好说 先到先拿 我就说 那我先到了 给我吧 呵呵 谁卡? 嗯 一个 哦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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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团了一次 珍珠奶茶 但这家不是很好喝 不过 有 就不错 所以我还是跟团咯 呵呵 好想喝一点点 好想喝跪计 另外还有期待 99一次的物资 I want to let you know and go and I'm telling you goodbye cause I don't ever want to ride our side so taking me back to a lifestyle making me feel like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need to ask if I still come out 除了外卖团购跟物资 我们也会在小区找一些野生 可以吃的东西 这是一片竹林 这都是竹子 这都是竹子 然后就会有这种 像这个是野树 它长长了 但都不会太肥 就细细小小的 但也挺好吃的 之前有下雨 然后季节队的话 哦你看这只超大的 大家就会来拔一些 会去吃 超好玩的 做核酸的话 就会很期待来这边 看看有没有新长出来的野树 然后这里也有种一些 这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小区就有人就要在这边种葱 算就说它也没有长大 奇怪 不过它很认真的种 像一大牌这样子 然后还有这棵琵琶树 不过它好像很酸 在小区蛮多棵琶树的 哦不错耶 这两个可以摘成 就是野生食物 还有我们自己种的豆芽菜 其他时间我们会一起做吃的或者喝的 这段时间我开始爱上做菜 在厨房播着音乐跳着舞 尝试各种料理 虽然不是每次都成功 但是真的很好玩 到最起码 没有开心 给你 Hanging with the boys now every day Pave a coffee in the morning but the surf is free And everything I need is right in front of me I said I gotta go I said I gotta go 除了这些 我们也会打牌娱乐 然后也帮自己做美甲 我们天天在小区里吃瓜 可能大家压力都很大 上上有人在吵架 上网上线 怎样 就在这里 我的保护公共产材 可能他摘太多了吧 他拿了一个袋子 还搬了一个椅子 他很想把整盒村搬好 我觉得也不是这个问题 其实是他们心里无处宣泄 本来就憋得受不了 刚好这么个机会 然后也会加坐帘 消耗一点时间 坐帘换到我可以坐帘 加坐帘 希望他不会太懒 我上礼拜把他做得超好了 然后疯狂看剧大帕时间 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的隔离了51天 都没有出贵小区 在第52天 今天是5个22号 然后我们今天要 出门了 有规定时间 现在是8点53 我们今天才可以出事 然后我们就先提前下来 因为怕等一下 可能很多人要一起出事 然后排队什么的 我今天是那个 我今天是全部的 我可以出事了 哇 哇 都是 哇 天气太好了 嗨 前面路口就到了 我们现在来偷试 快乐 挺长的 这里 从街口 可能是 他也是不知道放多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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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层层关卡 耶 好 够时间限制20分钟 够时间保持良心以上安全剧 并戴好口罩 感谢大家 要不要不要 要不要很多 我看一下零嘴 本超市的要求 每人四 每人四够时间限制20分钟 购物时请保持良心以上 安全剧离 并戴好口罩 感谢大家的配合 感谢大家的配合 经过了我的隔离酒店 这次被隔离酒店酒太多了 隔离酒店才14天 然后我这一次被关了52天 我这个隔离酒店 他来接我的时候 我们这边隔了这个 他进不去 我的出入口在那 然后我要自己这样过来 我心里超多的 他也不能帮我 一直在这 然后我个朋友Debbie 他就要帮我 后来他中途里面 他叫车了 车子来了 他就没办法送往 就是真的很重 然后走了两三趟 然后他就在那边 喂喂喂 一直叫我 没有什么浪漫的 就是我走过来 然后两个人挺尴尬 他就说小安 还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 嗨 这样 也没有抱抱 最烂的也是 重逢 我们现在就在随处彷彷 今天人挺多的 因为今天是白天 然后突然说 大家可以出来 但是也是一样 一家一户 啊我们刚好是两户 怎么样 可以一起出来 就 已经算超热闹了 我觉得 但你会觉得 好像是假的 欸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 突然会有脏皮出现的感觉 可是我们要躲去哪里 路边有人在卖菜 不完不强 保持安全局 我们现在看着关着的居酒屋 然后我们之前就说好要一起来 结果 也没来 就封控了 喔有公车欸 有人 喔这应该是要再去 群演群演 群演 我们很喜欢的小夜咖啡厅 也被 松住 不过快解封了 我想来杯一顶 都不开 或者现在只能团购 团购数量很多 然后 便废又太贵 小区的人不想团 但是小区团的奶茶超难喝 期待你开门 这家家乐福 本来就是关着的 可是就很神奇 这些人在里面搭帐篷 应该是快递小哥 他们很可怜 有一些就是真的在路边搭个帐篷 就这样生活 然后他已经很好了 他还有这个 家乐福的空地 他们算很幸运的一批了 我们在这间里发 他在这间里发 他在这间里发 头发爆炒 很可爱 他在这间里发 对 你要吗 要不要剪个头发 你头发那么长欸 我会有的味道 我们刚抱骑自行车 我们迟到了五分钟 但没事 吓 吓死了 我脚要软了 这就是我们的封城日记 今天是隔离的第58天 不知道还有多久可以复工 我们尽情取代 End 好 好 pelli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